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來要邀請的是黃帝營律師 大家知道黃帝營之前當過民進黨的發言人 所以為什麼他現在也有這種不同意見 請 謝謝藍主席林 各位議員的節目 那在我認為做一個法律人 就必須要秉持對司法改革同樣的檢驗標準 來檢驗這件事情 那我提三個檢驗標準給各位做參考 第一個你要看這一個 不管是被提名人 還是為了在任大法官的人 他能不能落實所謂的 我們在希望這位期待的司法改革 你要先看他過去對於司法改革 有沒有具體的作為 或者是貢獻也好 那他們所做所為 到底是正面評價還是負面評價 這是第一個標準 第二個他對於司法改革有沒有任何具體的主張 現在網路很發達 情善不夠去搜尋相關新聞資料 被提名的自己自我檢驗也好 或社會共同檢驗也好 他們對於司法改革有沒有任何具體主張 上網搜尋 第三個他們對於 這個其實已經很退位的去講 他們對於司法改革 有沒有相關的論文 或者是著作的發表 請上國家圖書館 期刊或論文的檢驗去看 其實這些東西都有記錄 那我們用提出客觀的標準去看 這樣所謂的不管是被提名人 或者是被提名人自我的一個檢驗 請去上網去看 有沒有符合大家對於司法改革的期待 那我要特別再呼應剛剛高律師所提到的 蘇永清前副院長在卸任之後 公開所講的去指控說 什麼蔡總統把什麼類似是干預司法 他不同意蔡英文召開司法國事會議的 做法 他認為他辭掉副院長這件事情 是因為他認為這件事情不妥當 因此而辭職 那我必須在這邊提出 認為蘇永清的講法 他有兩大謬誤 第一個是他對憲法理解的謬誤 第二個是他邏輯上的謬誤 我們對於司法改革的理解 其實正常來講 在目前大法官司制392號解釋所提到的 有關於檢察官作為廣義司法的一個機關 其實我們在談司法改革 包括了法官跟檢察官 那請問在蘇永清的這種錯誤理解 對司改的一個錯誤的一個理解之下 如果今天要推動司法改革 是用司法院可以做成 那我們的檢察官是行政院法務部所屬 那司法院可以處理掉行政院法務部所屬的檢察官嗎 這是憲法理解的謬誤 再舉例來講 我們目前憲法的規定 有關於司法人員 司法官員的考試選任 是在考試院的執掌的憲法規定 那如果今天對於我們知道常常在講的恐龍法官 恐龍檢察官的這個選任的方式要有所改變 對於他的一個培訓制度有所改變 那目前的憲法是考試院的權責 那請問蘇永清所理解的司法院 可以處理跨院到考試院去嗎 顯然他在憲法上面的理解有沒有誤 那有關於總統能不能來提司法改革 其實憲法第44條的院計調解權 它的功能不是拿來給黃世民說 我給我馬英九洩密個案來做使用 反而他應該是拿來做一個非個案的 司法改革政策的使用 所以院計調解權其實主要的功能 也是在談不管今天考試院 對於司法人員的一個培訓的制度 跟司法院有不同的意見 乃至於立法院的一個立法的一個過程 跟司法院有不同的意見 或者是我們行政院法務部 對於檢察官的制度的改革 跟司法院有不同意見 這個時候才是總統可以來推動司法改革 所以蘇永清在這裡對司法改革 顯然是有錯誤的理解 他對在憲法層次上有錯誤的理解 另外一個是他邏輯上有嚴重的謬誤 為什麼 因為你從一篇的一個新聞裡面看得出來 蘇永清在指控說 這個總統去推動司改 有干預司法的問題 但是他後面又講了 為什麼官審制無法推動 是因為民進黨不希望馬總統留下政經 奇怪 馬英九要推官審制 就不是干預司法 蔡英文要推司法改革 就是干預司法 同一件事情 同一個邏輯標準 這個邏輯上面顯然有沒有誤 那我認為在這裡 司法改革是社會共同的期待 不管對於司法院政府院長的提名人 我剛剛提到的三個檢驗標準 乃至於蘇永清對媒體公開的一些錯誤的講法 我認為都要共同來做檢視 因為社會期待的司法改革 是希望說可以建構人民信任司法 這樣的一個基本的一個環境 所以因此不論對於現在被提名的政府院長 乃至於前任的司法院的副院長 所對司法改革錯誤的這樣的一個理解 我認為都要共同拿出來做檢視 謝謝